在Netflix人气影机中饰演警察的他 被称作是由于游戏最大的受惠者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人气即身中的演员 魏华俊 1991年8月5日出生于全罗南道 本名魏贤逸 国中时和朋友们创建了热舞社 他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热舞后 接受台下观众掌声的感觉 因此也想过要成为偶像团体成员 或是演员或知名人士 也会想要出现在电视上 就是那时候开始他有了演艺之梦 虽然心里一直有这个梦 但却因为父母的反对 所以没能成功进入艺术高中 但高三时他真的觉得 自己再不去首尔就要疯了 所以就写了封信给爸妈 表示自己从国中开始就有演艺梦 并将自己的真心传达给父母 而他父母亲看了信之后 也理解他是认真的 所以就答应让他转学到首尔的艺术高中 他第一次站上舞台 是热武社的舞蹈表演 因为也有想当偶像 所以他开始参加各大经纪公司的征选 他也报名了SM和JYP的征选 虽然在SM通过了第一阶段 还进接到了拍摄测试 但最后还是遭到淘汰 之后他开始准备戏剧电影学系的考试 因此也将志向改为演员 为了要进入戏剧电影学系 他还报名了戏剧学院 本来打算成为偶像 还跑去参加征选的他 其实对要成为演员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他原本以为演戏很简单 但一路过来受到了许多的指责 他也因此产生了想要做好的想法 所以就更认真学习演戏 而为了要学习演戏 他也看了很多电影和舞台剧 自然的就对演技集中精神 渐渐的他也不再想成为偶像 想要努力成为一个好演员 他上大学后才一个学期 他就不得不休学先去当兵 因此之后又必须重新来过 退伍后2015年他就透过电影《中国城》出道 片中饰演严太鼓的年少时期 因为饰演角色成年后的严太鼓 声音非常独特 因此虽然是他出演 但声音是由严太鼓来配 不过他在片中的表现不错 因此电影关系人士就介绍经纪公司给他 所以他才能进入现在的公司 2016年开始 他就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活跃 饰演的角色也让观众留下印象 他的外貌看起来虽然很善良 但意外的他却经常饰演反派角色 特别是近期出演的电影《鬼并院灵异直播》 PD交锋 Midnight等等他都是饰演反派 特别是他在韩国今年暑期上档的电影 Midnight中饰演有听觉障碍的连续杀人魔 新颖特殊的设定创出了全新的紧张刺激感 而他为了要饰演这个角色还特意瘦了10公斤 就为了更贴近杀人魔角色 舞打戏他都消化得很好 因为他本身的兴趣就是打拳击 也是格斗季的超级粉丝 睡前也都会看格斗季相关的影片 会出演电影《鲨鱼奇点》 也是因为喜欢格斗季 本片改编自同名网路漫画 讲述因为意外事故被关押在少年监狱的校园霸凌受害者 与世界格斗冠军相遇后 逐渐改变了他人生的故事 片中他饰演世界格斗冠军 扮演着男主角在少年监狱中的奇蒙老师 他和原作漫画角色相似率非常高 因此获得了许多的支持 最近在Netflix人气影集《鱿鱼游戏》中 饰演为了要寻找哥哥 而潜入生存游戏场地 在工作人员中扮演卧底的警察角色 仔细观察他在剧中的表现 会发现他各种能力都非常好 甚至会想知道 过去他到底做过什么样的训练 即使在地狱般的游戏世界里 他也丝毫没有受到动摇 用了各种手段和方法 就为了要搜集情报 可以说是超越了一般警察的水准 特别是在像是受到军队般管理的工作人员之中 他也能马上适应并融入 而且到中半都没有被发现 第一季中没有描绘出他过去的故事 对于最后他的生死也留下了 让观众遐想的空间 或许可以在第二季中再次看到他的活跃 过去透过在电影《鬼病院!灵异直播》中 饰演为了人气不惜造假和牺牲同伴 到最后自己也陷入危险的恐怖探险直播主 以及电视剧《长情吃饭的漂亮姐姐》中 饰演孙艺珍的弟弟打开了些知名度 现在因为《鱿鱼游戏》在全世界受到了许多的欢迎 他也以高挑的身材和帅气的外貌获得许多人气 并和郑浩娟被称作是本剧最大的受贿者 突如其来的人气 让他SNS的追踪人数爆增之外 也有许多人称他是《鱿鱼游戏》的警察 并在韩国各大论坛被讨论 之后他也将在《取谋面馆》制作组 所制作的新剧《Head and Crazy》中担任主角 搭档人气演员李洞旭 讲述一位具有多重人格的刑警 某一天身体里的另一个人格苏醒之后 解决各种案件所发生的故事 他饰演的就是在李洞旭体内的另一个善良风家伙人格 目前预计在12月播出正式档期未定 有兴趣的粉丝敬请期待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介绍给大家的 未来发展令人期待的演员魏华俊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